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秋啊 不知道大家对旧装有什么看法呢? 相信很多小伙伴在玩的时候肯定不会选择旧装的吧 小秋也不例外 不过在奶妈最开始推出的时候 也就是庄严里的第一款旧装另一面 当时小秋才用过几次吧 现在几乎不用了 而本期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角色旧装强度排行 第五名,黄衣旧装 黄衣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威慑力 如果你遇见黄衣旧装王家 如果对方不是菜鸡,绝对是大神级别了 尤其是高阶 第四名,蝶姐的旧装 大多数时候小秋遇见蝶姐都是相对比较开心的 因为赢的概率比较大 然而当遇见旧装的红蝶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第三个,佣兵的旧装 求生者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皮肤,肌肤都是打不快的 然而穿上旧装的佣兵如果不是大神 也绝对是一名合格的旧人位 第二名,苏珊的旧装 说实话,小秋很少遇见旧装苏珊 因为遇见的几乎都是东风鸟、安魂群 但是当遇见旧装的苏珊 估计这局就悬了 第一名,丑爺的旧装 小秋之前说过,丑爺玩家只有两种 一是大神,一是菜鸡,没有中间的 当丑爺穿上自己的旧装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局游戏会童得很狂 以上就是本期前五名强势旧装 角色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补充的呢 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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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